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食物在被人体消化后会产生一定量的废物和代谢物 如果这些代谢物没有及时排出 就会产生毒素,影响人体健康 尤其是女性,如果体内毒素过多的话 皮肤就会出现暗沉、色斑等情况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有效排毒呢? 来跟小编看一看 一就是黄瓜 黄瓜所含的黄瓜酸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帮助毒素排出 黄瓜中的维生素C的含量是西瓜的5倍 具有美白肌肤保持肌肤弹性和抑制黑色素的功效 黄瓜还能够抑制糖类食物 转化为脂肪 对肺、肠胃、心脏、肝脏都非常有益 再来就是苦瓜 苦瓜具有排毒解毒、康炎、养炎美容的功效 而且它还有一种非常明显抗作用的活性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能够激发体内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 增加免疫细胞的活性 有效地清除体内有害的物质 再来就是花椰菜 花椰菜具有抗菌消炎、清理血管、消失、开胃、解毒、排毒的功效 它所含的萝卜、硫素能够促进人体细胞产生具有保护作用的酶 可有效消灭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多种致癌物 成为人体抗癌症的有力武器 已被列为抗癌食谱中 对消除有毒物质和减肥都有益处 此外 大白菜具有清热解毒通力肠胃 消失氧胃的作用 其中所含的大量粗纤维可以促进肠臂的蠕动 帮助消化 稀释肠道毒素 防止便秘 多种抗物质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 降低档固醇 增加血管弹性 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血管疾病对减肥更是有很大的帮助 再来就是蜂蜜 蜂蜜具有润肺子 可润肠通便排毒养颜的功效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蜂蜜中的主要成分 葡萄糖和果糖 极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经常使用蜂蜜不但能够轻松排出身体的毒素 而且能够起到美容养颜 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神经衰弱等疾病都有很好的效果 再来就是蜂蜜 蜂蜜是公认的排毒消水种的美容圣品 许多明星都表示 他们平时都是靠蜂蜜水来消肿 因为蜂蜜具有消水种利尿抗主流清热解毒 去湿 化淤 健脾 肾湿 紫蟹排弄 加速 新陈代谢等等的功效 大家平时可以将一人熬煮成汤饮来饮用 最后就是西红柿 西红柿中大量的纤维素 能促进肠道内容物的即时排空 有利于各种毒素的排出 以发挥美容养颜的作用 此外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也具有去色素及美白肌肤的作用 大家常吃西红柿 可以排毒养颜曲斑美容 此外女生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如西瓜冬瓜苦瓜等等 因为它们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能够起到一定的美容养颜和排出毒素的功效 这常见的排毒食物 大家每天吃一吃 最能清脂了 帮助你改善皮肤 做健康 屈斑还能够防癌呢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让点击订阅和按赞咯 我们明晚见